紅色雙層巴士是英國倫敦的象徵 為了減少碳排 正逐步替換成電動車 中國大陸電車一哥比亞迪搶佔市場 推出全新訂製款雙層巴士BD-11 最大載客量90人可雙槍充電 預計下半年投入營運 將取代倫敦現有的萊特巴士 刀片電池是比亞迪自產電池 比使用第三方供應商的電池便宜 比亞迪能出口海外 也能主導中國大陸國內的 乘用車市場價格戰 像是今年推出 只要35萬台幣的油電車 導致其他同業車款 也得殺到低於40萬台幣 這要捲下去 不是辦法 企業目的是什麼 是盈利 沒錢賺 沒有效益 這企業不可生存 中國大陸廣企業集團董事長 在中國汽車重慶論壇上 公開反對惡性競爭 銷價同時壓低利潤 官方數據顯示 中國汽車製造業利潤率 年減0.7% 現在裁員裁了多少 廣西也吵得不少告訴大家 我們應該有個大局格局 長遠長期主義這種戰略 而不是眼前去捲 根據中國大陸官方數據 今年前兩個月 中國汽車產業利潤率只有4.3% 低於2015年的8.7% 一些電動車商陷入困境 預計將有超過10家車商 可能瀕臨破產 TV新聞綜合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